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德明 历史上奢祁镇 与景德镇 佛山镇 汉口镇齐名 为全国的四大商业重镇之一 奢殿曾有九座城门 中国古代以九为尊 只有皇城才有资格修建九座城门 然而奢殿 这座深藏在南洋盆地里的小镇 却能享有这份尊荣 奢殿古镇层是万里茶道的重要水路中转枢纽 清朝时商业极度繁荣 是知名的商业重镇 享有天下殿 数奢殿的美誉 又有着中原第一古镇之称 在这座不大的县城中 矗立着一座中国最大 号称天下第一会馆的山陕会馆 山陕会馆雄聚古城中央 七十二条古街 三十六道梧桐 环绕在会馆四周 会馆正殿供奉着关羽坐像 会馆的绝大部分对联 门榻 扁鹅 都是宋阳关羽的功德 故又称关公子 民国十二年改称山陕会馆 会馆坐北向南 占地面积约一万三千平方米 地面全部用一纸建方的清白石板铺器 现存殿 堂 楼 阁 及各种建筑一百三十余间 主体建筑由琉璃大罩壁 玄建楼 大拜殿 春秋楼四部分组成 自南向北 呈现中轴县史分布 间为琉璃罩壁 铁器杆 东西原文和东西马厩 其后为玄建楼 中古楼 东西廊房 除后部 春秋楼 被毁外 基于保存上好 是河南省面积较大 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群之一 玄建楼又名 八卦楼 系会馆前院 位于中轴县上的主体建筑 高大雄伟 玄建楼为会馆的系楼 兴建于嘉庆元年 竣工于道光元年 历史二十五年 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三层系楼 赵壁 亦称古以古壁 是中国古建筑的一种独特样式 将赵壁建的富丽堂皇 能衬托主建筑 起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除了设计山峡会馆 广盛雕局 黎金局 卫生长票号 不建会馆 火神庙都有着刻骨铭心的历史典故 随着时代的发展 如今的古镇 虽已不再是奔行华士的商贸重镇 但依然保留着浓郁的商业气息 古镇质朴宁静 古老店铺前的惊奇依然鲜亮 仿佛还能看见一千九百多年前 刘秀奢弃星冰时的场景 诚信迎天下的奢店人 正带着远古的荣耀 自信地去拥抱充满希望的未来